气势之战不去之之 你们好 我是深海章鱼 今天是叫做我们兴趣大冒险 又继续的要开始了 这个剑神啊狂来的好朋友 他最近呢跑去新篇章去玩啊 去那里发展了 这个也有玩 只是说他可能稍微缓慢了 是吧 那我们就趁他忍不防的时候 嘿呀嘿呀给他追过去 同时呢这个棒球棍他反场了 然后我32区的我用到三绝了 那这个是359区是恶绝 不过呢这个有六星有没有看到啊 啊这个账号呢 这有一个以前很厉害的大佬 这个狂人一起共玩这个账号 因为我太忙了 好不好 然后我现在我到协会竞技去 我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是第三名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棒球棍作战之外呢 等一下我还会派上一个很强的小伙子 知道是谁吗 就是他 然后等一下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来调整一下阵型 好不好走咯 我们时常像是青铜组啊 或者其他单元 都一样 你会发现你的后手流很讨厌 你要撑了一整波 然后有的时候 像他这个是有复活的 有没有 我们现在是没有派复活 我们分几个队伍 哇他还用双复活啊 这怎么玩呢 是吧这么厉害的啊 双复活啦 现在是搞成这样子啊 对吧兄弟 那么厉害做什么啊 吓死谁啊 双复活 好啦其实这个人家玩的好呢 是需要肯定的 不过我们这边呢 棒球棍也是很高伤 你这样子的12亿都打不赢啊 对啊带上12亿的棒球棍 你还是打不赢对手 这很正常 你更何况这个健身 这个老大位置 我们现在是打的是老二 我们是老三 我们不是很在乎这个排名啊 因为这些对手都是 哈亚威哈亚威很厉害 是吧 这绝对不是说 你三两下功夫就可以打下来了 开点音效好了 打不下来啊 因为呢 他们的球棒跟水龙跟 普洛斯打反手的话 这伤害都是有的 等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主体 现在还没有 现在在热身 他还在热身 来了来了 有没有看到 孙子变变我们一直要倒了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 比狂的 我来看一下怎么回事 你如果是打输的话 你看看你怎么回事吧 对吧 你光讲有没有用 你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这Keyner很讨厌 每时候不攻击 都一直在走辅助 对不对 他都一直在走辅助 等一下 我先变一下 其余 等一下 好了 变完了 三十三万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八格气 他只剩下三格气了 没有莎加德 啊 没有莎加德 伤害也好高 他这一波 就整整把血给回来了 听到了十一条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可能 觉得他的水龙也是很强 我们的水龙太早就倒了 这玩意也不太对 等一下水龙下去 换小可爱上来 哇 棒球棍也打过来了 这战斗时间都很长啊 现在这战斗时间都很长 你也看到了 我们这一波是被打得很惨啊 对吧 我们这一波打得很惨 我们换战术 走 现在打到这里就已经很明显了 然后 这次狂人呢 我这个位置我摆上凤凰南 我这个位置我摆上囚犯 我这个位置 摆上格罗刚刚许普骗你的啦 开始了 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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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老头呢 老头你 是吧老头你先下去啊 这不是这样子玩啊 OK 就这样子咯 出来 哎呦喂 这个小可爱竟然是打赢了啊 这么厉害的啊 复活牛只小可爱啊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是吧 小可爱真厉害 当初的toto跟你们说这个囚犯是很厉害 可是大家都不喜欢 因为这是客长的角色所以呢 你抽了也是很麻烦 你厉害的话 你要除职 因为那个时期我记得 好像囚犯的左跟右 都是让你没有办法停住的 都是要抽 对不对好像是背心大师嘛 对不对 还有黑光那个时候 我们这场是怎么打赢的呢 你们是怎么看这个战斗的呢 他的水龙这么厉害 我们的囚犯等一下可以立大功吗 小可爱 哇小可爱到16关血啊 我的天啊 到16关血去啦 真的假的 连波大王都到20关血 凤凰男20关血 这个不好搞哦 这对手他头痛了 这20关血真的是不好搞哦 那我们这个爆球会有点狂 这一次是多少啦 诶 都多少啊 10亿啊 你不要吓我 我以为我打了100亿啦 是吧 我现在头脑有点问题了 打不到100亿还会幻想 自己可以达到100亿 哦这个钟响什么时候 可以变成主动攻击 Tim都一直这样子 在每个游戏都这样 还不是只有这个游戏 英雄之路也是 他就是一只辅助一只辅助 他真的不能打架吗 对不对 你迟早给他打一下吗 还是动漫里面就是这样的 哇9亿 也不妨多让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我们这边血条超级满 后排都是20关血 前排也是20关血 有点可怕 你加起来 你除了索尼克 我们这边是 摆明是100关血放在这里啊 对不对 那一只角色 1000多万 2000万的生命 他100关血 20亿就放在这里 你怎么打得完 你要水龙去打 是打不完啊 这很肯定啊 这个要球棒啊 球棒打一地 还割扣五亿 对不对 你还可以给他重伤 不过他水龙续航力也够长 他护体那么满啊 还有16关血 啊今天 球犯 没有萨迦德 眼睛涂涂的白内障了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球犯的眼睛 你看一下 白白的 没有萨迦德 他偷过来了 没有萨迦德 结果这次伤害并没有打出来 偷错之了 波罗斯 这伤害还好 不过勉强是及格拉 补小补 再给你一个牛屈地长 我的天 哇哇哇 这次波罗斯可能头痛了 这头要痛了 他现在放在前面去了 他前面去 刚刚也是在前面 只是说他旁边的左右护法 暂时不见了 暂时是不见了 他快没有血了 还给你叼走了 后面直接入侵了吗 还没有 差一点 差一点就可以入侵了 还有12关血 扣一扣怎么 那个血怎么那么快就没了 结果爆出过这次过去 把破罗斯给这些收掉了吗 还没有 在一个中响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杀戮乱阵 杀戮乱阵是索尼克的招式名称 我平常没有念第一次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会突然念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这么厉害的棒球棍 怎么可能会倒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吃了幸运的药丸呢 凶手又该是谁呢 又该何去何从呢 好了 先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普洛斯很撑啊 不过可以看到 他一直在阵亡的边缘 普洛斯真的在阵亡的边缘 刚刚好几次都是在 没有血 然后还冒了一个不去的盾牌 所以他这个破大王 这次可能真的是要翻了 但翻车之前 梅尔又赶回来 并且期待了16关血条 无情的中响 完了之后 这次伤害应该有了吧 有了 哇 这个是3年9141 我们的角色也喷掉了一次 囚犯小可爱暂时先离场了 这个时间非常的长 没饿得血条 护体超多 那护体应该有13格左右了 12格 现在没显现出来 又是中响 10关血 想完了之后 还是10关 不过水龙高达了16关 这个时候破洛斯 我们要把破洛斯给抓走了 水龙伤害也是有的 破洛斯 哇 结果这是软角了5000万 这个球棒也是漂亮啊 水龙也给你断一下 完了之后换我们了 这再给你再断一下 这里断一下 那里断一下 看到就举起来 看到就举起来 他举了半天也搞不懂为什么赢 哇 我们破洛斯要发招 结果被叼走了 太过分了 再给你抓起来 哇 这个小可爱的伤害还是没有打出水平 金属棒球棍的伤害是有的 不过目前对面还有4只 凤凰男暂时是飞了一个中响 准备进入第三回合 3400万 没有的血条还是无动于衷 这一次可能 还是没有 跟刚刚一样 第二轮也是这样子 不过第二轮摆前面的是破洛斯 现在变成没有萨迦德 没有的血条已经空了 再给你一次 啊这没有可能要飞啦 10亿的伤害走过去 吹牛 吹牛的血条 稍等 刚刚血条是很多 不过打了一个10亿的高伤 现在看不到 8条还有8条 又再垂一次7条 哇这个中响可绝情了 就这一次的中响呢 让我们后面的血还是维持20管 可以说是整场大乱斗 没有那么快结束 但是小可爱又倒了 小可爱倒了又返回战场 倒了又返回战场 目前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然后又一个中响 结果后面啦 我们这个中响的血条也太多了吧 这索尼克没有血了 还有小可爱没有血了 奇怪了 没有个萨迦德 可怕这伤害也是有的 小可爱又飞了 反个索尼克竟然没有飞 他这边中响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暴戏连打 这次伤害我们是扛得起来 不过也是有点痛了 打了6.8亿 水龙快手快脚又倒了 目前形成了4个打4个 不过索尼克又赶回来 球犯赶回来6个打6个 再给你抓起来 魅惑 换他的King 不过此时他的King的血条剩下5条了 又给你再过去了 刚刚球棒被魅惑起来了 小可爱又倒了 我的天 我们的棒球棍还有20关鞋 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这边先吐了一下 然后索尼克 前面可以收了 这三只可能要掉了 噴掉了 再一棍 锤柳 血条还有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是打得很平均 他这边是放了一个锤柳 这战略时间真的是够长的 两个打4个 金属棒球棍 只一个打全部 有这种故事了 一个打4个 King倒了 我们的棒球棍还有维持20关鞋 所以说这个棒球棍还真是厉害啊 对不对 这一期刚好又是金属棒球棍 没有萨迦德这次可能要飘掉了 垂柳也要飘掉了 到时候就变成棒球棍 对决棒球棍 20关鞋 对决13关鞋 目前还是保有一定的优势 不过对面的棒球棍也应该要开绝招了 没有萨迦德伤害没有打出来 我的天 这一次追击也打得漂亮 直接把水龙这一列呢 给他前面打 打完了 等一下直接补位了 不到棒球棍的头上了 梅娥不见了 哇我们的棒球棍还是维持20关鞋 实在太逆天了 棒球棍之一个打全部 水龙完全敲不下来 又来了 棒球棍的护体还有 这一次还扛起来了 再给你一个回马枪 好像是有点痛啊 这一个棒球棍是12关鞋 水龙这一次没有办法对球棒造成更多的伤害 可挡了还是打不破 仅仅是一个人鞋 就把水龙的鞋2 吐完了 战斗时间非常的长 可以说一场战斗我们打得非常的久 20关鞋 对面的话呢 水龙两下还是没有能够收头 12关鞋 护体还还有呢 我们护体是还有 准备要开始扣白内障了 18条鞋的白内障 这边再挥一次 11关鞋 对决18关鞋 金属棒球棍 对决金属棒球棍 当当一踢优了之后 还有16条鞋 快要15条了 我们再一个追击 棒球棍还是有点撑啊 最后该不会就一棒吧 这啥情况呢 目前双方都还没有结束 人鞋卡完了之后 球棒还有一击 哇 这样今天怎么打剑神啊 我们下次再打了 这影片太长了 然后目前的话是8关鞋 因为这个战斗可能要完整一点 15关鞋 看得出来他要用水龙拆掉这个血条 是非常困难的 你就算是接近尾声了呢 还是无动于衷 那球棒的棒球棍的血条还是异常的厚 而且呢水龙他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突破 威胁不到 反而是球棒对决 球棒的看点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棒球棍有没有呢 这一次还可以啦 这个是1.2亿 剩下3关鞋了 突然血条就恰降了 有这种事情 12关鞋 吹牛又来了 哇这次吹牛可能要爆杀了 一个打一个 两个可爱的棒球棍 三关鞋 对决狂人的12关鞋 12关鞋目前还是占的 我的天突然变成7关鞋了 一棒就少了5关鞋 哇他这个可能 危险了不许也开了 最终我们 你稍微一点点胜利的姿态拿下了 稍微的领先 我们也只剩2关鞋了 这不是很好对付的 随时一个差错 差一下我们就倒了 本场战斗 狂人暂时获胜了 好啦都已经打到这个节骨眼了 我们也跟剑城打一下好了 哦他也是放跟狂人一样的阵容啊 那可能是打不赢了 看一下就好了 但是有点难 大家有玩新篇章 速度还是比我们快啊 这速度都一直都是很可怕的 装备一直买买买 福袋一直开开开 钻石一直冲冲冲 出国一直玩玩玩 是吧 这家家里有金矿的 这个对手是通常我们是不打健身的啊 对啊这个是因为四刀一下 平常我们是不打的太厉害 啊这家里有金矿太厉害了 不敢打 是吧这打不赢啊 怎么打不敢打 不敢打就是因为打不赢 能打赢 我们早就 早就试一下了 那波罗斯都给你炸气 你还打 弹什么弹呢 我我我 本场战斗 狂人 获胜 哎呦 这有新游戏啊 潘朵拉 好啦 好啦好啦好啦 不要这样子赖皮啦 本场不能赌啊 你看那波罗斯一炸过去 我们的角色就不见了 怎么玩 那你不能够去这样子嘛 他这个都是三绝的啊 这个战役只是满的啊 对啊 不能够去这样子 哇这个实力还是差太多了 不能直视 因为我们的血条已经是落后了 就杠球关目前还在撑啊 而且这个战斗可能还是要拨一阵子 我们就看完第一回合吧 凤凰男完了之后 他还有囚犯 他这边提出的是提了凤凰男跟波罗斯 他波罗斯刚刚伤害实在是可怕啊 不是提出跟着联系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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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波罗斯真的夸张啊 一个实意波罗斯被二十关血 我不玩了 我不看了 我不看了 奔场战斗平局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大家拜拜 没有啦我输了啦 打不赢啦 太厉害 拜拜